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冷面 上海冷面记得只有一种口味 然后呢配上不同的焦头 夏天的时候特别受欢迎 做起来还特别简单 我们只要准备花生酱或者芝麻酱 花生酱呢更香一点 芝麻酱呢有一些些苦味 而且还贵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把面条早早煮好 水开面下记得要滚水 我用的是干面条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面条 建议用稍微细一点的 但不是龙须面哦 水开后开盖 给它滚个一两分钟 然后这锅水倒掉 再放清水大火重新煮开它 再煮开后这时的状态做冷面刚刚好 马上把滚水倒掉 把面放入浸水里 那水里好加两块冰块更好 面凉后水再沥干捞出 水分充分沥干后 我们放一些麻油 不让它粘在一起 包上保鲜膜不让它风干 这样就是大热天 放阴凉处一整天 都不会变质 接下来我们调冷面酱 用100cc的温水 可以烧烫一点 如果面多可以翻倍 下浅浅的半个tispoon的盐 大约2克多一点 花生酱一大勺 让它慢慢散开 放在那边给它慢慢散开 散个十来分钟 这个稠度就出来了 那这个稠度呢 你自己决定喜欢浓 就多加一点 自己做自己吃想咋的就咋的 最后放满满的一个tispoon的 正姜醋 这些调料你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 可多可少 喜欢辣的 待会面上还可以撒上辣椒酱 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冷面酱料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